人的想法都很奇怪,没有的东西都是最好的,比如,生了儿子的想生女儿,生了女儿的想生儿子,都希望家中有女幼儿,可是生孩子这是性别上,还真的把握不了,毕竟基因问题决定,一切看上天给你什么就是什么了, 孩子就是天使,健康就最好,7月2日,超贵预产七亿周多的奖琴琴顺利产下了二胎儿子,美中不足的是又是一个儿子,没能得凑成好字,但想想在这样宽裕的家庭,有两个儿子一点压力都没有,毕竟家庭条件好,夫妻俩虽然没有得到女儿,但也非常的开心,对于这两口来说,生女生儿都一样,孩子健康就好, 7月6日,著名香港明星钟嘉欣于社交平台,分享了运度写真,并按捺不住喜悦的心情,透露这胎怀的是儿子,并称女儿杰里将有弟弟了,夫妻俩一定超级开心,按照片来看,钟嘉欣一脸喜悦,二胎是儿子刚好凑成好字,算是完成了生儿的任务,风肚子水都没有意见了, 钟嘉欣于三月初跟大家宣布了喜怀二胎的好消息,并称这一胎要好好养胎,等孩子出世再复出,当时很多人就有问他怀的是男宝还是女宝,他回应男女都一样,从而证明在他的家庭中并没有重男性女之说,但一胎生了一个女儿,大家还是希望他生一个儿子,这样就完美了,随后四月五月,都有看到钟嘉欣现身的活动照, 因为他太想念粉丝了,所以就接了少量工作,真的是实力充分,钟嘉欣很喜欢孩子,曾还说生多几个都没问题,但这次他却回应,不管男女将风度不再生三胎,看来,他心里对于二胎是儿子明显有了把握,如今七月份,他近七月运度,算是到了月晚期,才迫不及待的公布了,这胎是儿子的好消息给大家,这么美的女神,就应该这么幸福, 这一胎儿子若是像妈妈,一定很帅气,希望继承他的美貌基因,你们觉得一个家庭是不是有一对儿女就最完美呢? 免责声明,文中图片引用自网络,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优优独